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屋 骨比利赞助播出 那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这位嘉宾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有一个标签和一档节目有关系 关注天津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都特别特别喜欢这档节目 不对 重说 就是关注天津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除了喜欢我们群优会之外 一定都特别特别喜欢这档节目 这还差不多啊 但是你看为什么莎娜刚刚会这么讲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 他主持的节目 还有我们的群优会 这两档节目都和沙娜有关 我觉得最近你挺红啊 我不敢问话 你们是无花 我就只不过是绿叶 那这样吧 既然这位嘉宾跟咱们都很熟悉 那让他在后面就多站一会儿 我们先来一块看一看 他主持的这档节目 不是 等会儿 哥 我们那节目一期六十分钟了 你就你确定要看一期吗 你是跟他有仇还是跟我有仇啊 别闹别闹 咱们这样 咱们看一个小段的片段怎么样 好 好 好 今天是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余战 他这个人就跟微信上 聊的就不是一个人一样 我社友帮我聊的 我永远看见他 永远是一个玩游戏的状态 手指头的关心是远远不够 那需要付出 他都视若无睹 你骂我我没关嘴 你打我我没关手 我害臊 你又没回来 那我等到凌晨三点 你至少给我打个电话吧 这毕竟不是跟自己的对话 它是跟另外一个人的对话 不合理要求可以回绝 你没有拒绝 你接受了 你有什么资格去谴责他呢 你们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他原谅我就一切可以了 互相的改变 这个要求高吗 用三十年爱一个人 带着这个财富 去追逐属于您自己的爱好吗 祝他们俩能够获得到 他们自己想要的幸福 我们期待着下一个美好的到来 好 有请著名主持人赵川老师 有请 与天津台结缘十年 我腿断过一回 命差点也没了 这大概就是我跟天津卫视的 生死之交吧 所以我跟其他的嘉宾不一样 今天我带来的照片 今天是我们天津卫视的大logo 大家好 我是天津卫视爱情保卫战 节目主持人 赵川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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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到中间来 彩儿哥 我就不去中间了吧 不不 您必须得来中间 我怕英俊有错觉 不是 这个 你看我们这些 来 彩儿哥 彩儿哥 欢迎来到爱情保卫战 彩儿哥平时经常会聊 别人的这个生活 别人的故事 但是今天我们非常有幸 采访到我们的彩儿哥 来聊聊彩儿哥的故事 我觉得我都迫不及待了 还好 今天主要是聊英俊那点事 我们天津卫视这么好一节目 你们这节目这点事 沙拉长跟我说 这个双重间谍是吧 两边事都不少说 赶紧翻校册吧 别让我们下说了 好 我们一起坐下来 往往聊 其实你看 这个聊到彩儿哥 主持爱情保卫战10年了 他有多丰富的阅历 也要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来支撑这样一档节目 而且十年长新 对啊 所谓的这个人生阅历 无外乎于两个层面嘛 一个层面是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 你见到了一些什么 你曾见过什么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在成长的过程 没错 你再看他们 你回去反思 可能你又长了 你再看一些书 就是有你个人在经历当中的一些沉淀 也有在这个舞台上面给你的一些沉淀 你知道我最佩服川哥的 除了他这个说还有一点什么 就站 我们录爱情保卫站 我们是从早上十点开棚 结束早的情况下是录到六点 这中间我们都是坐着的 他一个人是站着的 他是一直站下来的 川哥 您是吃了这骨比利了吗 是 这个对骨头好 这站一天是不是特辛苦 我是觉得各行各业都苦 我在电台的时候 有一个老领导曾经教育过我们一次 说人家搬一天砖挣多少钱 我在这儿 那我比他幸福多了 就这么站 你人得给自己找动力 刚才开场的时候 腿断了一次 对 韧带手术 韧带切除一部分 七天之后 就咱们这演播厅 大概就这个位置上面 我又开始了 就七天 你就用冲锋舞台了 对 我七天就回来了 然后还是你看到的 就那么一站 站十几个小时 这是你的生活 因为你得养家糊口啊 我开玩笑说嘛 现在大家剃不掉我 就是一个原因 我属于身体好的那个 你们都站不住 所以不要求他们改景 这改了景就完了 站起来 站起来 我这骨比利还得再吃两点 这刚吃 好 春哥开头这个 还没有完全给大家解释 就是怎么为了这个节目 差点丢了一次命 是咱天津台的另外一档节目 但是我那是做制作人 本来是要开准备会没开 突然之间就心梗 到了医院就摁那儿了 就不行了 幸好不是在爱宝那台上录 对 我要在爱宝那台上录啊 我这辈子我就赖上爱宝了 你知道吗 要不先给赵春检查检查 检查好了 再往下走吧 有点悬火啊 刚刚你说春哥从早要站到晚 对 这站到晚是编导要求的 这节目就得这么长时间 还是春哥每次都给自己加戏 我能说实话吗 你必须说实话 每次这事都已经完了 春哥还要把他们这事说明白了 就他自己还要在台上 有一番这个理论 然后我们最下面都 就觉得他不知疲惫 事是说清楚了 但是在这个事背后的一些东西 你是弄不清楚的 就是有些人很反对啊 说别什么都问为什么 可是人家是满怀希望的来 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找到在情感困惑当中的一些突破 那么在两个人的冲突当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 它不太一样 我们在上面是真的生气 有的时候是跟着 我这一天录完以后 有时候我说我这一天都赌 哥你录了十年了 你每天都这么赌吗 生命之前吧 偶尔的选题会 这个生命之后不再赌了 不会有那种 把自己放到这个情绪里面的这种赌 不再有了 那你之前录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特别生气 会因为什么情况 台上的嘉宾我是真没生过气 就我们叫当事人吧 来你这舞台你跟他生什么气啊 你气不着嘛 我有时候跟我们老师生气 你比如说一个男人可不可以原谅 一个背叛自己的女人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原谅 你看他就特委婉你知道吗 有些老师说得太激烈了 他把他上升了 就是这个女人就十恶不赦 就这样就那样 你又不能跟老师就直打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你们先吵起来笑什么的 你得特别委婉的 又把这观点表述出来 我就是觉得心走了和心没走的问题 他走了他回来了 你允许他回来吗 允许回来 但你也允许我不接受啊 你可以不接受啊 我基本找到你们爱情宝 一辆录像师的状态了 基本上就是录一半啊 那两个嘉宾不打了 来来来来 老师你不要打了 你们先会吧 这个就是观点吧 节目当中啊 我觉得川哥风轻云淡 生活当中川哥是不是 面对爱情和嫂子 同样的风轻云淡 这就谈不上风轻云淡 他有很多问题 其实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不管钱 我买什么东西 我一定是打报告的 我媳妇其实也没说 他要管钱 我为什么就把钱 都给他管了呢 我管不好钱的 自从我媳妇管了钱之后 我发现特别好 别人在问我借钱 我说我得回家问我媳妇 你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会有冲突 那冲突会怎么样呢 就吵吗 两个人 吵啊 你肯定能吵得赢他 我吵不赢啊 吵不赢 钱在人家那儿 怎么也吵不赢 对对 对 你说得对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败了 我回家把钱收回来 为了赢 其实没有什么 吵架 吵架 别出门 别出门 吵架 别恶语 就是好多人吵架有恶语 我觉得不好 还有一个细节 你注意到没 他说暴批的事 他花什么钱 有的会批 有的不批 跟我们制片一样 制片一样 我特好奇 什么情况下 是会不批这个钱 你想买什么 扫都不给你批 前一阵子 因为乐高要出一套 那个太空系列的 那个空间站 我就说我想买一个这个 赵老师 您这乐高还不够吗 我身上的零花钱 完成这种交易 我觉得就属于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我一定要报批 批的目的是什么 你得看看 它还是什么想法 这个它对你 最近一段时间 有什么想法 能透射出来 哦 他说给你买了吧 这是一种态度 还有他说 你最近有时间吗 言外之意 就是你太忙了在外边 就是报批买东西 是一乐我觉得 其实你想多好啊 对 而且你那个成就感特别有 帮我买一个那个谷比利啊 听说对骨头 特别特别的好 嘿 他给你买回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 你特别像一皇上 你这一定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你管钱太累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绪 也是互相的 我跟我媳妇说 永远是这一句话 什么呀 我想买个乐高 我看你一向乐高 你一向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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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我想买个谷比利 我看你一向谷比利 真的假的 这其实是开玩笑 因为沙纳知道 我们家的主要财权 是掌握在我手里的 因为我大学是金融专业 我再不管钱 我这点专业真荒废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 就管钱吗 怎么不开房子 习惯了 习惯了 花儿哥比我大一轮 确实是前辈 但是据我了解 我们嫂子 反倒是没比我小一轮 她年轻嘛 她确实比我小很多 小16岁 能聊在一起去吗 如果我们用一个年龄 来衡量一个人的成熟度 和他对一些思维的思考的话 至少在我们这个个案里面 是失败的 我觉得我在身上学到了 特别多的东西 比如说 你需要原谅自己 你这个事做不好 你需要原谅自己 不要跟自己较太多的劲 你再比如说 这个待人需要宽容 其实我以前挺刻薄的 我感觉聊天当中 川哥特别崇拜 嫂子的状态 对 我崇拜 对 就是我特别崇拜 他理财 理得比我清楚 包括育儿这个层面的观念 是领先于我的 你想我的节目 他从来不看 真的 我做的所有节目 我做制作人的节目 所有的节目 他只看一期样片 他没学过 但是作为一个观众的 那个感觉特别准 他有些时候 我觉得他都打我的脸 你知道吧 就他那感觉准到了说 他一说 这我确实忽视了 所以我挺崇拜的 我是崇拜 我觉得跟川哥聊天 特别开心 开心到都忘了看照 我忘了 我看到川哥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太帅了 这应该是川哥年轻的时候 这是做导播吗 英俊知道吗 对对 就是在我们电台外面 拿着这电话都是导播 我分到电台 就到了新闻部 92年去的 93年 我们就成立了新闻台了 羡慕人家经济广播的人 因为太年轻了 知道吗 其实有机会去经济广播 年轻时候嘴不好 得罪了应聘我的这些老师 他问我第一个问题 我就特想抽他 我说老师这个 做节目难吗 我这问题也是个傻问题 这么问人家 他说太简单了 你知道我们男嘉宾有个新接口吗 我知道新接口 我说知道啊 你去买个冰棍 他的意思呢就是 你从电台到了新接口 买个冰棍再回来 做节目就这么简单 说完这个 因为确实你小孩不懂 你也不该问这种问题 现在下一个问题 他说小赵你能吃苦吗 你跟人说 老师我能吃苦 我愿意吃苦 这是句人话吧 对 那时候就不会说人话 你知道我怎么说的 反问 马上反问 那老师啊 我说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我说那您每天工作 多长时间呢 他说每天工作 十八个小时左右 你猜我怎么说的 我说我比你小十四岁 您能做的我也能做 我们那陈台哈哈一笑 拂袖而去 你知道吗 都是大学毕业啊 就是我应聘的时候 干的事 你这 但是那个 就那个时候你不懂 再后来 我也算长大了 每次喝酒的时候 都会谈到这件事 他也一直记心里了 我也一直记心里了 后来慢慢地 做了记者 你需要去采访 然后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你培养了一些 我就要跟人聊天的能力 川哥 我知道你特别爱聊天 天津电视台 这大院里面 保安 开车的这个司机什么的 就是有专门送我们的车 那个车队里面 所有师傅的家庭情况 个人经历 薪资收入 那公司的老板 是怎么发的 家 这个我都清楚 就是聊嘛 包括咱们在节目里采访 你有些打开 他新窝子的话 可能一两句 那你需要具备这个能力的 我那会儿做节目 就录像的任务太重了 我聊不着天儿了 我就特别害怕 丧失这种能力 就我一直认为 我们主持人 说并不重要 对 耳朵最重要 没错 就我听 没错 那会儿正好 我在上市公司 我让我下面的一个人 每周的周末 他帮我请人吃饭 那我要吃饭干嘛呢 我想听故事 请人吃饭听故事 现在是一个节目项目 那个时候没有 过去一线采访 你能碰到多少 奇人奇事好玩的 对 你现在碰不到这个了 你就觉得 我就 缺点 就没意思嘛 说你帮我找各色人等 但其实作为记者 也会有丢丑啊 或者觉得 这采访很失败的 太多了 刚开始尴尬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特别差的意思 我就有 电台丢人的事多了嘛 我在我们台上过 直播的那个公告牌里面 是点名过的 播新闻 把黑人拳王泰森 断剧断成了 黑人拳王泰森 黑人拳王泰森 这是那周的第一条 其实我觉得跟川哥 经历特别像啊 因为我也是 做广播 他广播出身 除了我媳妇 没比我小16岁之外 对吧 主要经历差不多 为什么气质 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觉得是不是跟家庭背景 又不一样有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 因为我刚才看到一张照片 我就翻到过程当中 惊着我了 太帅了 是吗 这是川哥的父亲 父亲 海军航空兵 那妈妈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妈以前空正的 这个是吧 对 你觉得川哥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 我觉得像妈妈 我也觉得像妈妈 他们俩其实 也不觉得我长得像他们俩谁 因为我打小的时候 我爸就觉得我长得特别丑 丑 不丑啊 这还不丑吗 这是表情的问题 这不是美丑的问题 就是很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也很凝重啊 就是遗传学的角度 可能那个好基因遗传的少 遗传的少了 都是军人 父亲是当兵之后 他转业去了宁波 他又考中央戏剧学院 所以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 中系读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宁夏回租自治区成立 需要骨干 支援边疆建设 然后他们就去那了 我妈我印象特别深 从宁夏出来的 文艺界出来的人 都会说你妈年级的时候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 都会这么说 那他们对你演吗 小的时候 我小时候 我就是成绩不好 你学习不好 我学习不好 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 就太调皮了 我那会儿就是坏小孩 老师说你这儿子不行啊 再那么下去完了 我妈说 执高也没戏吗 那上执高对他们来说就是打击 能毕业就不错了这孩子 我初中考高中是一个奇迹 经过我自己短短三个多月 不懈地努力 我终于考上了我们当地 最差的高中 但比直高肯定好吧 就最差的高中 就是我到了这个学校之后 其实也特别逗啊 我作文写得好 我特感谢宇文老师 这个是您的毕业照吗 这个看着特像毕业照 对 那反正第一排 第三位穿这个黑色中山装的 这个老师 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就他挺鼓励我的 我一次就写了一篇作文 他就把那个作文拿走了 突然有一天 他特别高兴地找我 就说赵川同学 你的什么什么作品 被收录了到新中国一日了 我不知道 我老师把我那篇作文 他自己给腾抄的 也没改 他帮我寄去的 川哥的文笔 不是属于说特别惊鸿的那种 他是叙事体非常抓细节的 他开篇的是打奶子了 打奶子了 那这种的会不会 孩子会觉得 爸爸你怎么不老 老不表扬我呀 就我同学们都觉得我特别好 就你不发我 不是你表扬他了 挺好的挺不容易的 还能怎么着啊 我还给你捧起来啊 我是听川哥老聊一件事 就是他早上是一定要坚持 送姑娘去上学 我从我闺女儿幼儿园大半开始 没有一天不送她 而且以后也一定是我送 我如果断章取义地说 我每天送我家娃 我是一多好的爹呀 没那么好 我晚上是没法接她的 我回家八点钟了 我算过我跟她相处的时间 从叫她起床 到把她送上车 多长时间呀 25分钟 晚上给她铺完床 我是陪她睡觉的 因为现在只有我哄她睡 她睡得最快 像我哄她睡觉 15分钟真的必然睡觉 我们有一个小片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来来来 就是闺女儿的同学 我们三家人 就是想让这个孩子 有沙漠经历 我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 一口气走了五分 我走我确实我觉得很累 就是为什么说 小朋友是教你乘着 就是我是觉得 带他们玩是最好的 今天如果一切允许的话 扎营需要他们自己扎 睡完第二天还需要拔椅 再往里面再深一步 注意一下 哎哟 厉害 看看川哥除了带孩子玩 还有什么玩的啊 哇 这个 你俩给评价一下 一看就不是自己大褂 哈哈哈哈 我们川哥穿完大褂 感觉怎么样 我先问问川哥 这是一个什么场合 啊 是说像了吗 不是 这像评书吧 就是 对 你看英俊专业的 情感那点事儿 嗯 咱要用评书体来说 会是什么样 就是想在这个路上 你你做探索嘛 那川哥说个像是吗 没有 想说吗 想说吗 咱说一个吧 那咱 咱来了吧 那咱 咱来了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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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啊 很高兴 嗯 在这儿呢 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没错 哎 呵 呵 这么干哪 就到我了 对 哈哈 你这 这哎呀 不在节奏里头 来 来 来 今儿啊 很高兴 在这儿给大家说 这大伙说这儿相声 没错 嗯 你看我呀 爱情保卫战的主持人 对 爱情保卫战的 情感导师莎娜 是 我们俩共同地站在 群英会的舞台上 嗯 英俊 你说说 这为什么呀 这就是 你们俩走错屋了呗这个 看见了吗 川哥 平时我录群英会 他就这么欺负我 哎 你这 真别在乎 怎么了 英俊啊 嗯 他是一病人 咱不能跟他计较 不计较 不计较 哪儿我就病人 不是吗 嘿 我干别的不说 就我这饭量 每天 北京的豆汁 一喝就是三碗 也不嫌臭啊 天津包子 一吃就是三剔 河南汇饼一药就是三盆 德州趴吉 一点就是三支 哎呀 这就撑死了 不是说我怎么那么难过呀 你甭幸灾乐祸 我告诉你 最关键我还没说呢 啊 骨比利 补密度养软骨润关节 三合一养护骨关节 认准骨比利 哎呦 这个我刚好 这是 这罐口说的 哎 英俊咱说正经 啊 这沙大佬跟我说呀 嗯 说英俊哥呀 不是身体上的病 嗯 他比身体病还可怕 我怎么了 对 他们两口子之间闹病了 我情感上有问题 真的真的 啊 你看今天川哥来这儿 咱们也别害臊啊 我们两个人就给你进行一场 爱情保卫战 你觉得怎么样 不需要 我情感没有问题 知道吗 我是谁知道吗 谁呀 我我 邱英俊 嗯 天津卫视第一男主持 哎呦 天津电台第一男主播 哎呦 我媳妇的第一丈夫 我闺女的第一爸爸 我那个情感 我现在是什么状态 左手拿着餐巾纸 右手拿着原则笔 随时随地 我要记录下美好的时刻 画出我爱人的模样啊 为什么呢 报警之后啊 警察根据这个图片上那女的 她好逮人 要不然怎么知道谁打的 她呢 你们在吓我 对不对啊 我就说我情感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没问题没问题 但咱也不能惠其极一对吧 山正不发影子先 你说说我们有什么矛盾 没有 有 英俊哥呀 和她媳妇的矛盾特别多 咱先说第一个 英俊哥爱喝茶 她媳妇爱喝咖啡 但英俊哥在家只喝茶 我问你 你怎么就那么不解风情 不懂浪漫 不能陪你心爱的人喝一杯咖啡呢 为什么呀 她不就是太贵吗 你看咱们刚刚说完喝是吧 咱们说吃 吃怎么着 吃上也有矛盾呀 有什么矛盾 你媳妇只吃米饭 你只吃大饼 天天因为这个打药 打得不可开交啊 不是 您让各位听见没有 我只吃大饼 我媳妇只吃米饭 我们俩不能炒个菜吗 我说怎么这么抠门啊 这光是主 对了 说到抠门 吓我一跳 这个是你们俩唯一相似的地方 而且你媳妇比你还极致 好抠门我们俩相似 对 我们怎么抠门你说说 我们英俊哥这个抠门大家都知道 从上到下 挺好吗 从里到外 秋衣秋裤和拖鞋 背心 袜子和领结 哪一架不是节目组给你置办的 它就算是节目组置办的吧 我也不能背心配领结啊这 那倒是没错 对啊 这是我们大家伙看到的 还有咱们大家伙看不到的 英俊 怎么着 你那 您这什么都忘了说 我那什么呀 你那没带来的领结 这是节目组买的 这怎么了 这工作这叫抠门吗 所以说呀 你媳妇比你还极致啊 她还能比我还抠门 对啊 她怎么着 咱们那个节目组的导演 特别帅对吧 就那小刘帅 帅 年轻 你跟他认识几年了 我们俩认识六年了 六年了 嗯 请人吃过饭吗 我 我们那君子人交友淡淡如水 哦 君子相交淡如水 对对不搞吃喝 行 这就算我抠门的 没请人吃过饭 六年了 我媳妇怎么会比我更抠门 是啊 英俊啊 咱想问题不能是这么想 赚个弯啊 您说 您是六年没给人花过一分钱 对 可是打你媳妇认识我们这位帅哥编导之后 你媳妇是不是六年没找你要过一分钱啊 我说我不说 对 对 我怎么就没想到的各位 是啊 对吧 六年了他认识我们这小刘以后 一分钱没找我要过 对啊 这有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得问问他 问问问问问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就是啊 这 这 哎 不是 这像怎么说成这样啊 哎 你们俩这是陪我说像是吗 我们俩啊 是来为爱情保卫战 赵嘉宾 赵嘉宾 是啊 哎呦 说得好 整个人说得好 对 你们这节目是讲究啊 特别讲究 对对对 其实我特别不习惯站C位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站旁边都好 我们这个位置 主要是特别的注意 就是这个我们俩打架 你还是给劝啊 对 还行 我俩没打起来 对 但是我觉得川哥不光 以前我们觉得特别严肃 做情感节目 做放谈节目 今天没想到川哥说像上 还真的是有一套 对 老师你们俩睁着眼睛 说着这个自己都不信的话 有意思吗 下了这段话 接下来一段话你肯定性 是我们都信了 对 因为我们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节目赞助商 哎 这是应该的 本篮目呢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切营养屋 古比利赞助播出 谢谢古比利 没错啊 接下来还有一段话 川哥也一定得信啊 哎 我们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嗯 今儿呢我们送一张照片给您 哎呦 太好了 嗯 然后呢 放在您的相册里面 希望您来到群英慧做客的 这一段记忆 能成为您一段新的家的印象 再次感谢川哥 谢谢川哥 我们一步第二现场 谢谢 谢谢 我们一步第二现场去拍照 来 这边请 好 还有拍照啊 对 来来 你中间 不不不不 你中间 中间 中间 我们就一定得中间吧 我们天会就固定位置 对 嘉宾讲中间 都行啊 看那个镜头啊 哎 不对 不对不对 忘记话 你说吧 能说啊 能说啊 请锁定天津卫视 稍后是爱情报备站 啊 对 我以为你说古比利呢 锁定天津卫视 关注爱情报备站 手机上搜索下载 添加PV手机客户 动摆时达可以随时观看 我们的节目 欢迎登录优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观看完整节目 请不吝点赞